A.O.C 歡迎收看今天的 陪你一起開 沒錯今天要開箱什麼 我們今天要開箱一個 A.O.C的氣炸 氣炸烤箱 氣炸烤箱 但是我們今天明測的重點 不是在這個烤箱好不好用 因為這個烤箱常常沒有給我們錢 我們只要試試看這個 不同的料理方式的牛排 會不會比較好吃 因為氣炸鍋是 就只能炸東西而已 然後我們這個是 氣炸烤箱 對它可以 可以烤 可以炸 可以炸 就是旋風回鍋的概念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這個東西 有沒有 來 A.O.C GLA 10037 炸烤箱 設備烤網 烤盤配件 今天這就是我們的 主機本體 然後裡面的空間 這個是 這個是 氣炸網吧 整個造型 它用那個 鋼琴漆面 我來研究一下怎麼弄 牛排應該放最下面沒有錯 如果要炸東西的話 裡面寫著 牛排 20分鐘 175度 這個牛排 樣貌有點難 卡這塊肉 因為昨天突然已經退冰 又冰回去 然後我們就變形了 3 小時後 欸沒錯 我們的牛排醃製 炒煙 退冰好了 現在第一個步驟就是什麼 200度 5分鐘 5分鐘 喔喔喔喔喔喔 現在預熱完畢了 使用180度 現在中間這裡 6分鐘中間 然後現在要翻面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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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在靜置5分鐘欸 到底要靜置 還是我們就4個不要靜置 15分鐘後 看結果會怎麼樣 氣炸牛排 現在就來吃吃看這個 口感怎麼樣好不好 往上完都烹調牛排的方法 就先烤5分鐘 靜置5分鐘 再烤5分鐘 再靜置5分鐘 然後就是最簡單的 因為我覺得 預熱之後 我就直接進去烤箱 我也沒有灑油 也沒有幹嘛 什麼都沒有 蠻好吃的 氣炸鍋的好吃 平底鍋 其實會炒回答應 有一個氣炸鍋不會 只是等一下盤這樣洗 有點麻煩 但是吃起來這個 以牛排來說 真的蠻成功的 真的有種 外酥內軟的感覺 好爽 氣炸鍋一定是蠻值得擁有的 很棒 這跟加點蒜片啊 哇 是不是盛點 這一次的開箱 因為我炸牛排 機器的美觀度來說 1到5分 我給5分 實用度來說 我也給5分 因為你什麼都可以炸 因為你食材是很公平 你這樣丟下去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你全家都可以 整體來說會不會買 滿推薦去買的 但是不一定要買這一排的喔 你要買別一排的也可以喔 肉肉 謝謝大家炸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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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